我们吉岩休闲农场做窑烤面包 我们就是要追求气添加化 使用天然素材 想吃健康的面包 翻演到我们吉岩休闲农场来 尝尝我们的窑烤面包 我们吉岩休闲农场 我九十年退休 其实我一生在门口 就是休闲农业 所以我用这块地 我就写了一个计划书 把它送到县政府去申请 所以到时候就去冠农场 这个休闲农场 每年就卖一卖文旦、白柚 最先是这样而已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 我在经营一年可以买多久的柚子 到时候因为是一个首府大学、一个高雄 我叫他技术合作 开始做一种较特殊的面包 窑烤面包 所以这窑其实是自己设计 里面其实就是桃屋 窑烤我是用的汇材 柚子放在这里 每年年底都要割柚子 柚子也有时候割柚子 就把它割掉 拆除了这个柚子 我就开始去收集 这个窑烤面包的新材 这等于是一种循环经济 刚开始我就说一句话 就是说气添加化 使用天然食材 这是我们10片最低的要求 所以我在做的地方 尽量用我们当地 当地、当地生产的 水果加进去我们的面包里面 就是这个桑胜面包 拆除的时候 这个桑胜就把它加进去 像这个桑胜 这是一个桂圆 如果我用的桂圆 都要在东山用茶油 这就是五谷 这种我都叫做麻吉小面包 你吃了它就整个蛋 软起来 有点独壮 这欧式面包为什么会比较贵 因为这个坚果类 应该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的面包没有比较贵 这个面包的重量 其实我们每一个可能都有半斤 这一年的时间 我们的面包都没有涨价够 我们是推广很健康的面包 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农场的经营 不是一个商店 来就大家可以享受这种 田园的乐器 做火锅架 我们都要议定了 因为火锅架两个就不好吃了 做好以后 这个烤的时间 带它们去总的一文中心 导览一下子 那一回来以后 刚好我把这个火锅架烤完 所以我们都有摆设这个桌子 在这边做 也可以坐下来切一面包吃 客人来了 他如果有空的话 我们会招待他 喝一小杯的咖啡 我在农场的位置 旁边就是总业一文中心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面包 我们都会在我们脸书的那网页上 会公布 其实我们如果熟悉的客人 他都会看我们今天做什么 会先打电话来预约 我这个地方很适合来喝喝 下午茶 享受麻豆右眼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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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热装 感谢您的热静